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关于到如何使用PowerPoint来制作Poster 那么我用的是PowerPoint Office 365的 那么在这一边呢 可能如果说用不同的那个版本 或者用网上版本的那个功能 有些呢可能地方不一样 或者说有些功能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制作Poster的时候 会有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尺寸 我们要怎么样子确定我们的Poster的尺寸呢 首先我们先去Design 点击Design 过后呢 我们会在这边看到一个叫做Slide Size 这个Slide Size呢 我们点击过后 它有Standard跟Widescreen 但是这一个并不能告诉我们那个Poster的尺寸是A1啊 A2啊 A3还是A4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只能去这一个叫做Custom Slide Size 点击Custom Slide Size 点击过后把它出来这个了 那么在这一边呢 我们在这个Slide Size这边呢 我们点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它有很多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呢 要来做成Latter Paper啊 A3啊 A4啊 或者说呢 我们要做Banner的 Size 甚至我们可以选择Custom 甚至我们可以选择Custom Custom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输入那个尺寸 那么类子来讲 我今天要做的那个Poster是A4 Size的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A4 Size 点击过后这个尺寸那个宽跟高呢 都已经设定好了 我们不需要移动它什么东西的 那么在这里 它有一个是叫做Portrait Portrait呢就是打直的 那么Landscape就是打横的 那么就看大家的那个Poster 是要打直或者打横都可以 那么例子来讲我要打直的 我就选Portrait 过我点击OK 我点击OK过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就给它 Maximize或者Answer Fit 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注意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说我们是已经完成了 才来选择那个Size的话呢 那么呢 我们的尺寸可能会跑了一些 所以我们呢 尽可能在一开始制作Poster的时候 就先直接点击这个Slide Size 那么现在呢 我选了过后 你看它在这一边就已经好了 那么这个是我的尺寸 A4 Size的 但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这一个空空的东西 那么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背景颜色 因为我们的Poster 我们知道呢 要有多样化的那个颜色 才可以吸引别人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Format Background OK Format Background这一边呢 我们点击过后 它旁边会弹出一个格子 那么第一个 这个Solid Fill Solid Fill呢 就是单一颜色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Color这边呢 因为这个是选择白色 所以它整个画面是白的 我可以选择其他的颜色 例如红色 例如青色 这个就是单一的颜色 那么或者说呢 我不要选择这个样子的 我可以怎么样 我甚至可以在这个Gradient Fill OK 我选择Gradient Fill Gradient Fill跟Solid Fill什么分别 Gradient Fill呢 就是它的颜色会有深浅之分 OK 例如说呢 现在我这一边 你看它这个是蓝色的呢 是从白慢慢慢慢到蓝的 那么呢 我还可以怎么换 我可以把这个呢 我白色 我继续保留回白色 那么我继续保留回白色 下边的颜色 我要是青色 深青色 然后这个蓝色呢 可能我还可以移动它 那么呢 我就可以看它的那个青啊 蓝啊 要多大 多大 OK 那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从这里移动 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做出的选择 还有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Picture OK Picture这个呢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自己上传背景图 或者说呢 我们用这一边里面的那个 Texture 它的那个图片 接下去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Pattern Fill 那么Pattern Fill这里呢 它就是有不同的那个 款式的那个 Pattern 那么呢 我们可以打鞋啦 我们可以要有点点点的啊 我们可以要有 像砖块这样子的 那么这一些呢 如果说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可以换颜色 Fallground 就是前边的那个颜色 就是那个形状的颜色 例如 形状的颜色我换成红色 那我们可以放这一些 你看它就是放成红色的 那么呢 或者我可以放成浅蓝色 那么背景我可以换吗 背景的颜色原本是白色 那么我不要白色 我去换成黑色 它就这样子了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背景的修改的 那么如果说在这里 我的那个颜色 这些我都不喜欢 那么呢 刚才讲了 我们可以换自己的背景的图 或者说呢 我还可以怎么做 我就自己画 因为呢 这个是白色的背景 那么呢 我就用insert 在insert这一边 我们可以选择shape OK 这个shape呢 我们就可以画这些图形 我们可以自己调整 我们想要的图形 那么这个例如说 我画的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一个shape 然后呢 我还要再来换别的那个shape 而且在这里有很多个shape我们可以选择 只是有时候没有我们选择的怎么样 我们就自己制作一个图形出来给我们自己用 那么例如说我这个 我用这样子的一个 那么我把它画一画 那么我把这两个图形 这两个呢 我两个选在一起了过后 我选择merge shapes 那么我merge shapes的时候呢 它这边你看有union union是两个合在一起 这个combine呢 就是呢 合成的部分呢 OK 两个交接的部分 它会没有掉的 然后fragment呢 是把它拆散它 那么intersect呢 就是呢 把它中间的那一个 OK 相界的部分呢 我们要的 那么substract呢 就是我们要铲掉某一个部分的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可以呢 啊 运用这一个方法 来怎么样 来帮我们呢 啊 换一个新的图形 那么这一个呢 例如现在我这样子做 我们就做这一个 那么我不要的呢 我就怎么样 我就删掉它 那么你看 我就剩下一个这样子的角落 啊 剩下这个一个这样子的角落过后呢 我可以啊 再来画我想要的图形 都可以 那么呢 insert这边的这一个shape呢 是可以给我们啊 示意的选择 我们想要的那个形状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呢 加图片 那么这个 我们就弄好了 当然呢 啊 现在我不要用这个款式的 我就用其 其他的款式 刚才我用 我想用的这一个 OK 颜色的 OK 那么我就用这一个颜色的 好了呢 现在我要制作我的poster 我要放我的内容 或者我要放我的字 那么呢 现在我要放图片 怎么放图片 一样在insert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直接选择online pictures online pictures呢 就是我上网找图片 如果说呢 我不要online pictures 我点击这个picture是怎么样 就是呢 我从我的电脑里边 OK 拿出电脑里边的图片来使用 那么我现在电脑没有图片 我就可以选择 online pictures 那么我选择online pictures这边呢 例如说 我要选的是 啊 骑脚车 cycling 那么呢 这些骑脚车呢 我不能确保 后面的背景图是透明的 我能怎么做 我就在这个filter这边呢 点击filter 然后我在这边 我选transparent 为什么选transparent transparent的意思就是透明 也就是说 我到时候选出来的图片 背景是透明的 那么点击了过后 啊 我就可以选择在这边 我要的哪一种 例如我想要这个款式 我可以insert 那么我们会发现 它insert了在这一边过后呢 这样大个 我可能不要这样大个的图片 我就缩小它 那么我甚至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在这个format这边 OK format这边呢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一个叫做rotate 那么我可以把它flip OK 我可以把它flip成 另一边的方向 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么你看 这个就是我放出来的 OK 我们还可以放什么东西 我们还可以放一些 例如说 我从谷歌找照片 我从谷歌找照片怎么样 那么例如我在这个谷歌这边 OK 我们就找一张照片 例如我找一个green Building 那么在这个image里边 OK 一样 我在这个部分 tools的这个部分 我点击了过后 color我要选 transparent 因为我要的背景是透明的 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图片 已经有背景的颜色 那么在这边 我们就要找我们想要的R图形 给例子 我选了这张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我要怎么样 我right-click它过后呢 我选择 save image ok 我save image save在我想要存档的地方 例如说我把它放在desktop那边 那么呢 我存档起来 save起来 那么我们save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呢 我们要看这个叫做png png代表什么呢 就是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然后我们存档 存档了过后 我们去回我们的powerpoint 然后这一次我们insert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图片 图片怎么样子做 我们这一边我们选pictures 为什么不选online呢 因为online是上网找的 这个我们在我们电脑里边 所以我们点击pictures了过后 它会弹出一个框 那么它问我们要从哪里找照片 刚才我们存在desktop 所以我们就去回desktop 然后去找回我们的那张照片 然后我们就insert 那么insert了它就有这一些照片 那么这个照片有这样多个图 我要怎么做呢 我可以去帮忙做crop 就是我只要某一个部分 那么我就crop它 crop在哪里呢 一样这个图片的format这一边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crop过后呢 它会出现黑色的框框 我们只需要把那个黑色的框框 拉去我们想要的地方 那么我们会发现到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到其他的部分呢 它会变成灰色 代表什么就是说这个到时候是看不到的 好了过后我们再一次点击这个crop 那么你看它就剩下一个了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一个呢 放过来这一边 放过来我们的图形这一边 接下去我们还可以刚才的这张图 我们可以复制多一次 那么复制了过后呢 在这一次我crop的时候呢 我要换别的地方了 那么呢 我这一次我换的是 另一间屋子了 那么呢 我就把它移一移而已 那么一样 我还是crop了 那个我想要的部分 然后一样再按一次crop 那么呢 这一次的时候呢 我就剩下这一间的屋子了 然后我send to back 我把它的位置呢 移动 这个是看我们自己要移去哪里的 因为我要它放在它的后面 我不想让它看到 它的那个东西 那么呢 我这样子放 这个我弄好了 然后我有一个人在这边 当然我还可以去谷歌那边 找其他的图片吗 可以 我们可以去找这个 例如说呢 我们找 那么我还可以再加其他图片吗 可以 例如说我继续insert 然后我再继续放我的online pictures 然后这一次呢 我要找人家走路的 然后我再继续 那么我放了这个过后 可能我这边中间我要放其他的东西 一样我可以上谷歌找 或者呢我在这边 我在那个online这边 picture找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一次我要找的是 重数 那么呢在这边 我就要选择一张我想要的 例如这一张图是我想要的 那么呢一样跟回刚才的方法 我drag click然后呢我savepicture as 那么这一张图呢 它的背景呢 我save了过后你看 我一样insert 但是它这个背景呢是有白色的 没有关系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要做其他的处理 那么在这一边 这一张图片呢特别一点 我要做成什么 它是这个是正方形的 或者长方形的 我不想要那个形状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把它变成别的形状 例如说呢 我在这一边呢 我在这个crop的时候呢 我不要直接点击这个crop 我点这个小三角形的部分 然后我crop to shape 什么是crop to shape 就是我可以改变那个crop的形状 例如说我要改变圆形 那么你看这一次它就变圆形了 那么这一个好了过后呢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例如我可以把我的标题 我们做poster一定会有我们的标题 那么这个标题我要放进去 那么怎么放 那么我们就打字 我们可以insert textbox 或者说如果我们要把它放一些shape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放shape的 例如我们放这个shape 那么如果不要的话 我可以放其他的吗 也可以的 OK 甚至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insert了过后呢 我在这边我选word art 我要选别的字的形状 OK 然后呢 或者呢 我直接在这边我画一个 啊这边然后我打我的那个字体 然后我打了过后呢 这个字呢 我们就选择什么 format这边 OK format这边呢 我做什么的 啊 在这个format这个部分呢 我的text effect这边 我可以给它transform成 啊弯弯的这样子的 看到吗 啊我要给它弯弯去去的 或者说呢 我可以给它变成其他的样子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喜好 这样子 OK 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当然呢 这个字体 如果我们不要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放回普通的也是没有关系 那么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字体这边 你看我们可以加什么 加啊 shadow 加背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啊 倒影 那个reflection 或者我们可以有glow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啊 有像3D的感觉这样子 那么我们还可以有rotation 这个是看我们自己的喜欢的 但是这个字体 可能有些人讲说呢 字体这边的选择 不多 那么这个字体选择不多的话 怎么办 字体选择不多 我们可以直接在哪里找呢 我们上网 上网做什么 例如说这一个 OK 这个叫做 daphon.com d-a-f-o-n-t dot c-o-m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会有很多种的字体 那么例如说呢 我现在我想找一个卡通型的字体 我就选tartoon了 选了卡通的过后呢 我就选我想要的字体 例如说呢 这个 sketch 3D 那么我就下载 download 然后show in folder 过后呢 我把这一个 因为它是zip file 所以我right click它 我就选择extract OK 我要extract它出来 过后呢 我打开那个文件夹啊 然后它有一个叫做 sketch 3D 你看到有一个小小的 A的那一个字了 那个就是叫做phone的 那么这个phone我们要讲 我们right click它过后呢 我们就按install OK 我们按install 那么呢 它会installing的 那么installing完了过后呢 我们只需要做什么 我们只需要打开回我们的powerpoint 那么记得呢 在做这个powerpoint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加字体的话 你要先关闭你的powerpoint了 你才可以增加字体 不然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字体库是看不到的哦 那么接下去 我又来这一边 我来找回去 刚才那个字叫sketch 3D 那么我找回这个sketch 3D 你看这个字体就出现了 那么我放大它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可以换它的字体的颜色 OK 我们可以换它的颜色 那么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做好了 当然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创意 来制作我们的poster 我们可以在insert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找这个icon icon呢 就是它的一些 小小的那些插画 插图等等 这边有很多的icon 我们可以选择的 例如呢 我们选一个小鸟 I animals 然后选一只小鸟 那么insert 它这一只小鸟 就小小鸟在这边 那么呢 这个R我们可以在这边里边找到 那么我们的poster大功告成了怎么样 我们要去存档 怎么存档呢 我们在这个file这边呢 file 然后去save as save as了过后呢 我们会看到它是powerpoint 我们肯定是存一个powerpoint的版本 为什么呢 因为存档powerpoint的话呢 我可以做修改 所以我先存一个powerpoint的版本 那么存了一个powerpoint的版本过后 我们的poster呢 我们要给人家看 或者我们不要别人修改的 那么怎么样 我save as这一边呢 我在这一个powerpoint的这个presentation 这个pdf OK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pdf 那么例如说我现在选择的是 啊 jpeg 那么选择jpeg的过后我按save 对吗 那么它会问我allslides还是this one only 那么我们就只是存这一个页面 那么 this one only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 刚才的poster 你看jpeg的 现在我打开它 它就是一张图片 啊 它就这样子 这个就做完了